大家好 6月份之后我们养多肉 只要这三件事不偷懒 那么它就会安全的度过夏季 保证它在 秋季 生长旺盛 上色漂亮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防烂根了 因为现在是多肉烂根的高发期 所以我们 为了预防烂根 最好给它用上这种二美龄 来给它浇灌 一到两次 大概20天给它浇灌一次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对血 给它浇灌 这样就可以了 大概20天或者是一个月 给它浇灌一次 因为这种二美龄 它是 针对土壤 夏季夏毒的 而且它是比较低毒 比较环保的 非常适合家庭使用 没有任何的臭味 同时它又可以强壮 多肉的根系 那么第二个不能偷懒的就是 要把它放到 阴凉通风的地方来养护 如果说这个气温超过30度 那么多肉 就非常容易出问题 非常容易遇烂根 所以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通风 阴凉的地方 一定要通风 大家记住 第3个不能偷懒的 就是 防害虫 如果说我们在高楼 高层养护多肉 这个动作可以忽略 但是 如果说我们在花园 或者是在一楼养护的话 大家 也要做好防范 那么我们 想要最简单高效的话 就是 给它撒一点比虫磷就可以了 这种比虫磷 它是一种颗粒药 使用起来 大概也是非常简单方便 非常适合家庭使用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盆的表面撒上一小勺 然后通过浇水 它就会溶解到土壤中 杀死土壤中的一些虫卵 尤其是芥克虫 因为这个芥克虫是非常难对付的 如果我们的多肉 出现芥克虫的话 就非常难处理的 用一些简简单单的药物 是很难对付它的 因为它的 外壳比较坚硬 给它喷散荣药之后 不会起到太大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以 预防为主 因为这种比虫磷 它是一种内袭型的 用了之后 它会湿伏到 多肉的植株当中 有芥克虫的话 咬到这个多肉 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说大家 载车顿时间养护多肉 这三件事一定不能偷懒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